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烈菜 我們在看你測試 在看裁判在打測試 他在幫人擋 他們是認真玩的 他們剛剛講完超認真的 他們超認真的 他看到臉就很認真 韓國的魚飯餐跟台灣的不一樣 超難吃 你吃的是什麼口味 我不知道 你有想過你其實不知道他在吃什麼嗎 長得像鮪魚其實不是鮪魚 不是有那個金槍女嗎 你想吃的鮪魚嗎 是誰來了 是誰來了 那個 TCS代表第一賽品 我們從那個台灣 把Nesh老師的皮鞋帶過來 謝謝哥 到底現在這是什麼白癡反覆賢 穿著上去反覆 不是 有點死的 你現在是有下巴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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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一件 在電梯遇到阿七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個趨勢 來著第二天他就跟我說 欸 Nesh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這邊之後 兩天就胖了兩公斤 我說 蛤 怎麼會這樣 你們不是也就是沒有吃好很多嗎 他說 沒有我們吃超多 我說那可以說 超好吃 超好吃 韓國食物真的超好吃 無敵 我們吃那個冷麵 然後還有很多他們這邊的麵包 他們這邊的麵包超好吃的 我原本來的時候七十七還七十六嘛 然後我現在已經八十了 OK 那我回國前一天我再問你這個問題 好 持續增加 好 我說這邊空調這麼 這麼沒有空調的地方 你們怎麼外套穿得住 我剩虛了 悶悶悶 你最好剩虛 都剩虛了 所以這四個這五個都剩虛 對啊五個都剩虛 教練也剩虛 說一下今天的生日願望嗎 今天就第一把嘛 2比0先拿下 挖口走到這個位置 但開始在給普攻 點羽毛反身控制 挖口先手 挖口先手 先殺掉了一個ODI 這是來自PSG的另外一種戰術 但變成的話鱷魚的進場 後面想做 雷毛一座的話是做到 EaseRail 來自PSG的特許進攻 我覺得對上他們的決勝點 應該在AD吧 就是今天看他們AD發揮也挺好的 但是我們AD應該比他們更猛 預計的話應該2比0吧 因為他們隊伍現在特別的是 他們在季後賽的時候 失去了上路 所以如他鋒去補 所以今天如果下路都沒選 那賽娜這一首你們可以想一下 再考慮一下 因為我是發現他賽娜玩了很多 緊張加又興奮 那個興奮多一點 有一次有觀眾的場 感覺會打得比較順 聽到觀眾的聲音 才會自己比較容易相信 命類的感覺 就是會有人幫你提神 加油 好 小心 Let's go guys 先幫幫忙 他直接走 錘嗎 這應該沒這麼好gank 勾 把 一套CC想all in瑞寇 沒有死了 勾勾勾勾 勾到了瑞寇 沒閃 這應該死去 把已經可以開始在正面的對決 在下面有個TP 同時在上面的位 機器人又抓到了一手 阿卡莉的R2段 但機器人閃現小C 現在了解為什麼小C選機器人 man腳 man腳 每一個勾都勾撞 100分 因為該做的都做 跟打的配合 有配合到我 你有乖乖的等人到 你再等 沒有 開大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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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卡的叔叔為這被閃現咬住 而且在這邊對方的陣線 露鬥了 補上了普攻 這一波反而是落的搬家 拿到了團戰的勝利 這波配合收毛重擊 但是往前甩出了冰河龍 然後是暈入了對方的無敵 但是這邊 Maple往前開 被對方的法術不斷 突然為什麼EQ有串起來 RUT這邊是原地交了一個驚人出來 Maple 水智也開了一個驚人 再串再蓋 君家殺掉了RUT 而且下面的ROBO也被處理掉 再往前EQ再串 又穿出了一個Tinos的閃線 CLSC台被這拳架的閃線給賭掉 這次拳架還對保全秀 R字趕到 骨頭回力鏢 夜丟死了Tinos 下面的CLS你也別想走 PSG拿下小龍 拿下團戰的勝利 今天比完嘛 就如玉璽達本來就該贏下場的 他們本來就沒有我們厲害 雖然是惡比零 不過第一場打得有點膠著吧 可能第一場有些團戰打得不好 所以才拖到後期 第一局比較膠著的點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 把前面的路線規劃好吧 然後第一輪讓我們上路被躍了 雖然說他們Jungleway 可能也是 基本上也是崩人 但是我們上路也是有點崩 對 喔呦 但是 突然之在窄口吸出了三個人 但是在運度兩個B2瞬間 已經殘血 大家交了閃線 Ultimacy 交了殺手本能 但還是被鎖住了 別人已經沒了 而且這波灌在Jungleway身上的傷害也夠 足以來都換掉 這是一波補助跟打野的互換 不過TW現在一捕捉二捕修 TP8龍 你確定 職業博會有意識嗎 吃的速度超級快 有凱撒 辭掉了 藍眼線照下去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哇 哇 前面 前面 前面手好抖 放出來 對啊 這怎麼給你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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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裡面開得蠻好的 放好感啊 我隊友不能上啊 等一下 我忘記他來示範 要不然我們一直在講 OK 很好 我先講第二場 就單純我們上野的操作沒有對面好 然後就被滾到拳球 然後導致後期 你卡地有點處於不了 第三場我覺得是我們的溝通的部分嘛 那隻大龍掉了 因為那邊掉大龍前 我們打了一波會戰嘛 還在投了那波會戰的東西 結果現在現場好像沒必要投了一些 然後馬上想 接下來要一堆的事情 他希望我們打誰 DLS不知道 DLS或 要看他們打完 DLS到了 我們可以再打一次機會嗎 上課日記DLS 那你們有跟BDS團練過嗎 有啊 練三把就被取消了 被血涅 他們其實前期蠻猛的感覺 很多套路 我覺得他們打越南的時候有點 中下沒有進入狀況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們團練 其實他們集結速度都很快 就他們是捨得放兵的 感覺歐洲人都喜歡跑線 尤其是下路 他們輔助很喜歡亂 他們AD跟輔助 喜歡一起游走吧 我自己打起來的感覺 因為我一場就是被他們 AD加輔助一起gang 就什麼四級 從下一組出來一起往外的中路 想法很多 就很喜歡游走嘛 其實他們都喜歡游走 我覺得他們對線的話就 都是喜歡推線 但是感覺打線的話 不會壓制太多這樣子 好像歐美的玩法都是這樣 就是推完就是 先往野區消失 他們基本不怎麼對線 玩Nikker也是一直丟筆 就不壓人 而且他們是後天打 後天打 這次要就加油 謝謝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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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的閃沒有中 但是名副血練中的Q3下來 上路SOLOKILL 漂亮 繞備的TP Gman這時候進場 偷的是一個狂殺旁邊 永恆之裝定住了兩個人 但是傷害依舊不夠 角色這波往前的開端 是被CRONEY往後閃線堵掉 命運忽然往後頂住了兩個前排 SUNJAY還在打 這時候宇宙光彩降了下來 無敵的CRONEY往前不停的輸出 手中的毛沒有挺過 BDS正是一波的大吐殺 其實我覺得第二把應該是贏定啦 因為四節前面單殺嘛 那個對整個四七幫助很大 但我沒想到的是 第三條龍之後會 往我自己想像中的畫面不太一樣 因為照理來講 我們現在有那個優勢 只要我們一個人都到了話 勝率我至少覺得有八九十吧 沒有什麼輸的畫面 就是可能太緊張啊 然後溝通上操作失誤 然後導致那波突然被逆轉 然後因為正常來講 我們應該優勢一直滾下去 然後一直拿第三條龍 第四條龍 然後圓大龍這樣就會贏了 就沒把握住 小心好他們上路啦 因為感覺他們上路 如果打出優勢的話 他們對就贏不了 今天嘛 因為今天是波五嘛 所以可能選第一把蠻重要的 所以第一把我們先選方嘛 所以第一把如果拿下的話 應該就蠻穩的 正面俊佳心形的開戰 在被DC給限制 但是挖口粉絲竟然要刷的是阿齊了 千辛的隱形 閃現要推 挖口直接閃現躲掉 後面比較阿茲控制的戰場 挖口第一抵三還在輸出 他打下了Double 挖口飛得進來 就是要準備全數殺光 已經是被抓到了 浩傑降臨蓋 跳過的牛 正面位置是阿茲選擇做CC控制 但Aidan直接一度加量給擊殺 非常危險 挖口也是被流度交出的 驚人 只殘血的情況下 起來 雖然天使甲被打掉 後面位置這一席 但已經沒有什麼傷害牛 直接做了 過CC控制 留到了後白 小包教師現在開始做收割 連續拿下了 TRIPLE KILL 拿下的是 跨抓KILL 那我們要來看到是 Round 2 追3 BDS 晉級下一輪賽程 Round 2 其實今年嘛 我們今年賽季就到這裡結束了 所以我想跟你們說一聲幸福 那今年 我覺得尤其在今天 其實像我個人嘛 我覺得失誤是特別明顯 在第三版的時候 我忘了選凱撒 然後 我跟你們說的對不起 這個通費一直記著 然後 明年會是一個新的一年嘛 會是新的開始 你們可能 有的人會離開這個賽場 有的 有的人可能還會留在這個賽場 但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不單純是一個 不好的回憶而已 這其實就是我們的人生 那我也希望你們 還會再繼續打的人 可能你們今天 或多或少會犯一些失誤 但是 過了今天 可能過了一個晚上 我希望你們把這個東西放下 然後你們只要記住 你們下一次 會做得更好 那 在這邊再跟你們說一次 你們真的很辛苦了 因為其實你們是真的蠻辛苦 我都看在眼裡 好不好 然後我一會兒 你們要看見 你們很多人就能夠 謝謝你 你們都會 我都會 我都會 你很辛苦 我都會 你很辛苦 我都會 我都會 你很辛苦 我都會 感谢观看